但你關心的是新竹市長高鴻安在擔任立委旗艦被指控涉嫌炸領助理費 而在檢方去年底開始展開偵查之後是將五個人來起訴 分別是高鴻安以及四名助理 而他們也從今天開始會分別傳喚來北院來開庭 而根據瞭解今天傳喚的三名助理分別是高鴻安的 這個辦公室主任、行政主任以及法務主任 而這三名助理其實在庭上也都認罪了 讓我們看一下稍走畫面 小心 小心 大家小心 後面可以看到穿著淺色淺灰色上衣的這名女子 其實就是高鴻安的黃姓助理是負責行政任務的 那可以知道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被檢方查出涉嫌是有虛報福報 這個加班費還有他們的薪資等等 而且他們加班費扣除之後 原本拿到實際金額之後 是竟然是把這個錢拿回去讓高鴻安來自行運用 那對此其實這些三名助理都表示說 他們都是被指使 而且他們都是雇員而已 根本就不可能反抗雇主所說的話 因此他們雖然在庭上認罪 但他們也覺得這個刑度真的太重了 因為這一次檢方他所提出的是 包括公務員在職務上榨取財物 以及是公務員登載不實 刑度加起來如果真的照法令來判的話 至少是七年以上徒刑 那麼對此他們在庭上認罪也請求減刑 希望能夠在一年以下 另外他們也希望 能夠爭取緩刑 畢竟他們其實都是受雇於雇主 這些狀況其實都不是他們 主使他們也必須要服從 那對此他們也表示 他們自己是沒有任何不法所得的 在整個案件 他們從第一次開庭到第一次侦查 到這次第一次開庭 他們都是非常的配合 也都認罪 希望法官能夠給予他們怜悯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